各位午安 歡迎大家今天參加這個 由香港視覺藝術中心舉辦的節目 與藝術家會面大腦出租 今天這個節目其實是為配合 現時在中心展出的展覽 蛙焦點搜尋博物館而設 由藝術家親自帶領觀眾 去遊走搜尋博物館 分享他們的創作理念 今天這個也是康民署娛樂頻道 互動家寧一系列的節目 透過即時的互動 我們希望跟大家就節目內容上 有更加多的交流 在節目開始之前 先提醒網上的觀眾 開啟你們的無線網絡 又或者確保自己有充足 而且穩定的流動數據 今天的節目大概長一個小時 最後次有問答環節 網上的觀眾可以留言 我們會代為發問 剛才我提過的搜尋博物館的展覽 就留待藝術家稍後會介紹 但是容許我在節目開始之前 去講一講 為什麼我們視覺藝術中心 會做一個關於手的展覽呢 我們視覺藝術中心 一方面是專注在舉辦一些 多媒體的藝術項目 另一方面就專注在藝術教育 我們有一系列的藝術家工作室 亦都會雕診一些專業的藝術家 去舉辦一系列的工作坊 或者一連制的藝術課程 我們特別專注在板畫 圖詞 雕塑等 傳統的視覺藝術媒介 而在這些創作裏面 手都扮演著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同時我們今次邀請到的藝術團隊 帶到出租 大家可能一會在他們的分享裏面 都會見到手無論作為一種方法 創作方法又或者是一個主題 都會在他們的作品裏面不斷去出現 大佬出租的三位大佬 阿柱、Roger、Kelvin 分別是幼、中、左 他們是在2012年 不如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 他們接受產品及工業設計的訓練 並在同年去成立了大佬出租 他們畢業之後 一方面是全職從事產品設計的工作 另一方面就用大佬出租的身份 將他們對漫畫的喜愛 去發展成一套 介乎在設計和藝術之間的創作思維和方法 他們的作品除了會在一些藝術空間裏面出現之外 他們亦都會在一些商業合作裏面 找到一些空間去表達他們在城市生活裏面 人和科技之間的關係的一些觀察 又或者所引發的思考 在這次講座裏面 他們會由他們過往的作品開始 去講到搜尋博物館這個展覽 分享他們在創作方法上的發展和轉變 以下下來的時間就交給他們了 好,Hello,大家好 Hello,給點掌聲 哈哈 真的沒那麼緊張 大家好,我是阿柱 我們再介紹一次 他是Kevin 他是Wordjot 我們去Bring Rental大佬出租 多謝大家來臨 也多謝網上的觀眾 Hello 我們事不宜遲 我們簡單希望透過說我們Bring Rental的一個背景 去令大家慢慢認識我們的一個設計的進程 去到這個展覽的出現 其實很多都由我們最初最根本的開始 基本上Bring Rental是一個三人的創作團隊 我們三個,就像阿楓所說 我們是一個產品設計出身的一個讀設計的人 我們漸漸出來工作的時間 我們同時間就創立了Bring Rental大佬出租這個工作室 其實我們就是想做一些令自己腦中想到的東西 或者我們三個腦中想到的東西 希望可以用另一個媒體去展現出來 而Bring Rental 其實我們初初到現在 我們都很因應社會 或者不同科技的發展 和人的關係而出現 我們不斷透過這件事去摸索 然後形成我們的創作 我們初段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集中做一些策畫 策畫的方法去展現我們的概念 然後慢慢形成 可能再大一點去到迫畫 去到一些立體的雕塑 去到一些再大一點的建築 我們都會做到 我們是沒有刻意去局限自己用什麼媒格去呈現我們的概念 因為我們會深信 我們想表達的概念可以透過我們的故事 透過不同的媒體 適當地去展現給大家去感受的 這個就是一個我們基本的規格 希望透過我們做過一些過往的作品 或者一些不同的作業 希望令大家去理解Bring Rental 這個基本上是一個我們很初期 或者很開始性的時候我們做的一個作品 是一幅大概米半成一米的一個畫作 這個畫作其實叫奔離都市 是一個有關兩隻兔子想逃離都市的一個畫作 這個畫作你見到裡面是有兩個主要的角色 其實我們就比喻了一個人 人好像兔子 我們不斷追求一個快的節奏 但是我們往往可能會在這個城市迷失 不斷被科技牽引著我們的情況下 是否一件好事呢 我們就不斷在這個畫作的時候 然後好像我們自己一個老振黨一樣 我們不斷去想有甚麼科技是影響著我們 一些過往的科技究竟在現在的都市 是會成為一個廢物 還是會用另一個形態重新呢 這個都是我們的畫作想展現出來的 去到可以說是我們第一個過展 我們第一個過展其實圍繞著 正正由畫作的時候 已經去抽到一個立體的紙製品 我們的主題圍繞著是一個叫 Ordinary Behavior 一個尋常行為的一個圍題的一個展覽 那裡其實主要是想探討 不同人、科技和人的關係 科技和空間的轉換的關係 整個展覽有不同的指標 亦都有一些我們重新做的一些策畫 去希望不斷圍繞著這個主題 去令大家去探討 科技和人的關係 究竟是怎樣共生 還是我們被牽著走的狀態 那可能舉一點點例子 其中我們有十件作品是用iPhone為主題 用一個智能手機去做一個平台 轉換成不同的空間 其實一些有趣的故事就是 我們想將其實科技和你生活 其實怎樣可以連繫著 而產生做一種很荒誕的故事 例如大家會見到一個廁所 有電話 其實那時候其中一個靈感的來源就是 在我們做事的時候 我不提名 有一個人無緣無故去了廁所 但是他殺了時間就馬上衝出來 其實他想處理一些大事 他都很緊張地出來拿一個電話 先進去處理 所以那時候就顯發了 不如我們將這個電話 衍生成一個關於廁所的題目 去融合成為現在這件藝術品 其實就變相會見到 科技原來真的好像脫不開 甚至我們現在去廁所 最重要不是廁紙 而是手機的狀態 所以就衍生了這系列的作品 再進去是一些大型的藝術項目 一個叫Holy Tag的想法 那時候有一個金字塔的外觀 去為一個主題 我們那時候就想想 會不會幻想這個主題 就是將來的人看回現在 那個Holy Tag 其實就好像去了一個古阿級 你去看到不同的壁畫 而那時候的壁畫已經轉化成了一個 大家很崇拜科技 很崇拜電話的一個時代 那個時代會見到不同的人 朝拜著一個科技神一樣 中間我們還設立了一個王座 一個電話的王座 去讓人可以感受一下 成為一個科技王的狀態 這是其中一個讓人互動的立體藝術品 再走下去 我們都不斷… 你會看到很多時候 我們都不想將… 我們都會繼續用我們拆畫 或者一些漫畫的元素 套進我們的立體雕塑裡 這個叫做Inverted City 其實在P&Q出現 那時候我們有一個想法就是 可不可以將一個城市… 其實慢慢反轉了 現在一個城市其實已經是… 石市森林一樣 外面是不同的科技 不同的電器去圍繞著我們 而其實我們走的一些走廊 才會是一些… 植物的地方 整個世界已經倒轉了 我們透過我們的策畫裡面 每一件小的項目裡面 都會有不同的故事發生 用策畫再將故事延伸 希望大家透過走這個隧道也好 在外面圍繞著Inverted City的設計也好 去找到… 去不同有關科技和城市之間的轉變 這些都好… 由Bringmantle出發的一些作品 其實我們慢慢就… 會和不同的品牌合作 那個趣味會就… 再有趣些 因為我們要同時間平衡著 我們想表達的概念 和國客會想表達的概念 而我們為甚麼都想告訴大家 就是… 我猜我們都… 挺喜歡這個模式 或者… 這個模式令到我們更多發展性 就是因為其實… 我們大陸出發展性 是很喜歡這件事 即是不同人給的 input 不同的大陸給我們一些訊息 或者一些局限 而我們從而… 我們用一個我們最理想的故事 去幫大家呈現出來 這個Crush Lab 其實某程度就是一個關於碰碰車的實驗室 那時候的想法就是有關於… 那隻運動鞋的一個特性 那個特性就是… 很強的碰碰力 它的彈性很好 我們就形成了一個… 好像一個碰碰車的實驗室 去讓人體驗… 其實… 它可以演繹成一個這樣的狀態 去突顯了這個運動鞋的優越之處 有不同的互動裝置 有一些… 不同的設置 都令到別人可以… 好像一個… 在看這個實驗的一個… 其中一個人員 那裡面總會有不同的策畫 那我們的策畫 是希望衍生到 或者令到這件事 會更加… 入到屋 我們經常都說 希望… 例如我們做了一條… 好像一條絲巾 一條圍巾 那樣… 其實是希望… 它是一個免費派佛的作品 但是… 我們同時間是… 希望那個故事是… 可以… 不是正正在展覽 大家看完就完了 可以拿回家 他們再回味 或者去再理解裡面的故事 那去到… 有一些廚窗的設計 那些廚窗設計都… 牽涉到… 很關於我們… Bringmanto的想法 就是… 我們… 希望透過不同的故事 展現給觀眾去看 其中一個廚窗設計叫… Slowless 其實我們那時候的一個想法… 其實就是… 它有一個主題叫… Slowless 我們就想… 其實如果… 這是一個機場的廚窗… 在一個機場裡面… 如果要發生一件這樣的事… 究竟… 有什麼可以導致… 到… 可以有一個慢下來的感覺… 我們就想… 其實… 最簡單就是… 大家要… 經過一個展示板… 大家一定要停下來… 去看自己的機器是幾點… 大家一定要停下來… 去過那個X-ray機… 我們就想… 將這個… 這麼奇怪的空間轉化成… 做一個廚窗… 去令到別人感受… 那個… 真實的Slowless 怎樣存在… 這個… 亦都我們有… 善用我們自己… 盡量將一些插畫的元素… 怎樣去融入… 回到一件立體作品… 令到… 平面和立體之間… 不斷游走… 亦都是我們其中… 一些風格的… 演繹方法… 那麼去到… 都算… 這個展的之前… 最一個近期的… 個人展覽… 叫做… Digitalphilis 一個… 數碼健身室… 那麼這個… 我們又… 去回到一個… 你會見到… 之前我們不斷提及… 一些尋常行為… 就是關於科技人之間的關係 我們都不斷提出一個問題… 但去到這個展覽的時候… 我們開始… 我們不要再問了… 我們不如… 自己找個答案吧… 我們不… 不斷去問的話… 那麼我們形成了這個… 這個數碼健身室… 其實某程度就是… 想說… 既然我們… 有很多事情… 無可避免的時候… 會不會令到自己… 的能力… 可以駕馭到那件事呢… 所以我們就想… 可不可以… 我們有一個… 強身健體按你的… 數碼的世界裏面… 所以就練到自己的手… 很大隻的… 你看到左邊… 有一個… 很大隻的手… 它叫Jimmy… 就好像… 你的手… 如果你經常用手機… 會不會練到… 有… 六塊肌器的手指公道呢… 這樣的模式… 那麼… 去到… 其實整個… 氛圍… 是希望… 好像進入了一個… 健身室一樣 一進去… 有兩幅壁畫… 營造那個氛圍… 去到… 去到… 見到不同的… 瑜伽石… 去到… 有一個磅… 在左上角… 其實都不斷去… 找… 其實… 從一個數碼… 和你日常的關係… 究竟怎樣連繫著… 那個磅… 挺有趣的… 其實是一個… 追蹤者的磅… 然後每個人上去磅的時候… 其實他會得到… 不同的… 追蹤者的數目… 和他的評論… 那麼… 其實在最後… 我們就想說… 其實你磅出來的東西… 都只是一張卡… 他最後拿到一張卡… 好像平時… 很古舊式的磅重機… 可以拿到一張卡一樣… 那麼… 其實… 都是一張卡… 究竟… 你要很重視那個評論… 還是很重視… 追蹤者的次數呢… 那麼… 亦都有不同的展品… 有些真的… 很實際… 讓你鍛鍊你的肌肉… 一些不同的手指… 做健身的儀器… 可以鍛鍊你… 放大的技術… 放大技術… 放大技術… 有一些跑步機… 原來轉化成你的… Instagram的… 一個Post… 不斷地讓你… 亦都有一個… 好像… 蛙艇機一樣… 做一個很大的Like的姿勢… 發現原來… 做一個Like… 其實要你… 然後… 你實際要有很多… 你才得到一個Like… 那麼… 我們就將一些… 很虛擬化的概念… 實體化地… 呈現給大家… 去感受… 那麼… 同時間… 我們亦都有… 轉化成一些… 產品… 然後… 希望… 好像… 剛才所說… 可以… 除了看展覽之餘… 怎樣可以更加… 入屋去感受… 我們想說的概念… 那麼… 就有一個… 好像一個Post-Up Store那樣… 去…有一些不同的產品… 其中一件產品… 其實我們是… 做了一個香薰… 那麼… 我們… 如果做Teacher Phelous… 究竟一個香薰… 怎麼形成呢… 我們就想… 不如做一個… 汗味的香薰… 即… 那個… 吊詭的地方就是… 其實… 它不是真的臭的… 即… 它是一個… 好像你沖完糧的味道… 或者你做完運動的… 一個魚香… 其實… 就有一個這樣的想法… 去令人… 你不如擁有一個… 汗味的香薰… 可能之後… 我們真的不用做運動的… 即…在一個科技的世界裏面… 那麼… 原來…我們最後… 就是要靠點香薰… 我們才營造到… 我們做完運動的感覺… 那麼… 這是一些… 產品上的想法… 跟展覽之間的關係… 那麼… 基本上… 你見到我們… 我差不多講完… 我們的… 前半身… 對… 接下來的狀態… 其實我們… 都是圍繞著科技… 日常生活… 然後… 我們沒有局限到… 我們… 由平面… 還是立體… 甚至… 會否去到虛擬世界… 我們都可以繼續做創作呢… 所以… 我們就不斷圍繞著這些主題… 而最後… 去到最近期… 這個… 就形成了一個… 關於手的主題… 去… 讓大家一起去探討… 更加… 像一個… 真實和虛擬之間的關係… 究竟手的形態… 對於… 大家來說… 是… 一個什麼形態去出現呢… 這樣… 那我們… 去片… 去… 好… 大家好… 我們是Bing Rental 大佬出租… 我是Woger… 我是阿柱… 我們大學時期… 本身是修讀這個產品設計… 但現在我們的作品… 就會行過插畫… 壁畫… 立體裝置… 到一些空間設計… 都會涉及的… 那麼… 我們的創作的… 主題… 主要就是… 圍繞著大都會的方大面… 以及關心一些… 人和科技之間的關係… 去創作的… 那麼… 這次我們把圖片… 轉變成一個… 手尋報物館… 我們以手為主題… 去展示不同手的可能性… 去讓觀眾… 確展對手的想像力… 那麼… 現在就由我們… 帶大家來看這個展覽… 這一個… 是大家的展品… 這件展品… 這件展品… 叫做… 放手… 這件作品… 是我們模仿斷頭台的… 機械結構的裝置… 這個斷頭台… 我們在廉刀的位置… 轉換成一個… 原子印… 我們希望… 為觀眾的手臂上… 蓋上一個… 好像切口的去線… 象徵他們入了展覽時… 首先要放下對手的概念… 再在這個展覽裏面… 尋找對手的新的理解… 第二件作品… 就叫做… Disapprehend 失手… 這隻大型的雕塑… 其實是… 我們想展現出… 人類和科技的力量… 我們利用了… Philippine 的技術… 它的特性… 可以形成一個… 網狀的結構… 這個網狀的結構… 我們利用了… 不同的密度… 去展現出… 那個消細感… 希望… 給觀眾去思考… 究竟… 手… 在創作的角色… 會不會因為科技出現… 而慢慢消失呢… 這件是… 第三件作品對… Extension 新手… 在這件作品裡… 我們就用了… 拆解再構建的方法… 將四種不同的工具… 再平貼成為… 手的雕塑… 具體化地… 呈現出… 工具作為… 手的原生… 去到這件作品… 叫做The Jaws手褲… 其實整個The Jaws… 其實是… 行蓋… 遍鋪了整個建築物的廚窗… 甚至壁畫… 那裡面有… 不同的畫作… 亦都有不同的作品… 去記錄了… 我們整個創作的過程… 那其中一些畫作… 其實我們… 你會見到… 有一些手的數量… 的變化… 甚至功能上的變化… 去結合而成… 而… 希望我們透過這些畫作… 可以展現到… 功能上的現身… 來到第五件作品… 叫做… The Hands Garden 中手… 在這件作品裡面… 我們嘗試挑戰… 這個機械製作… 一式一樣的一個概念… 嘗試… 在3D打印的過程中… 加入一些光源… 將人手製作… 才會呈現的多樣性… 就注入各作品當中… 這件作品名稱為… Hands Garden 呢… 就是… 我們很想… 每一隻手的作品… 都好像… 植物一樣… 很幼機地… 刪除出來… 這件作品叫… The Future Hands 未來手… 其實這件作品… 是由… 不同的立體Cursor… 而建構而成… 去形成了一隻… 很大的手… 而… 每一個立體Cursor… 其實後面… 都會連接著… 一個光纖… 而那個光纖… 會有一個… 隨機播放的影像… 投放了下去… 你會見到… 不同的光纖… 是遍佈了整隻手… 形象化這樣… 呈現Cursor… 成為… 手的變體… 去連接著… 我們… 和… 虛擬世界… 來到… 最後一件作品… The Hand Prince… 就是手印… 它有一件… 結合了… 掃描… 打印的機器… 這件機器… 可以將掃描… 手印… 轉化為… 實體打印… 或者… 將它轉化為… 一張… 數碼的形象… 我們希望… 將手工製作的… 多變用音… 去機器製作… 將手… 在這個… 實體… 和…虛擬… 和…傳統… 和科技之間… 一個…複雜的關係… 呈現出來… 作為整個展樓的總結… 我們可以… 可以做到我們的作品… 所以… 空間… 我們很多時候… 都會放在第一位… 那… 之後就是… 真正去… 去了解… 究竟… 視像藝術中心… 這件事… 其實它們… 提供了些甚麼… 究竟… 有沒有… 一些甚麼… 我們可以… 放到… 一個價值下去呢… 最後就是… 我們的訊息… 我們… 有些甚麼想說… 透過這個空間去說… 那… 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那… 這個就是… 一個… 很簡單的Diagram… 就是… 示範這個… 這個建築物… 那… 跟著就是… 我們… 一些… 分析… 一些… 其實我想… 大家都用過這個建築物… 都知道… 其實… 是一個… 非常獨特的地方… 而… 香港也… 很少… 有… 一個這樣的地方… 去提供不同的… 服務… 去做到一些… 很工藝性的東西… 那… 所以變成這樣東西… 亦都… 很自然地銜接了… 我們想說的東西… 就是我們手的功用… 那… 那…所以… 一開始… 我們那個Story of Hands… 就真的… 在想著… 如果這個建築物… 我們真的… 很… 我們不說任何東西… 我們就說回手本身… 究竟會不會成功呢… 然後… 我們就想到一個… 一個… 叫做… Museum of Hands… 那… 為什麼叫做Museum呢… 其實Museum涵蓋了… 第一件事就是… curiosity… 就是一個好奇心… collection… 就是 showcase… 製造一系列的東西… 的作品… 第三件事就是… accessible… 這個地方其實… 很accessible… 任何人都可以來… 亦都很welcome… 一些人… 就是… 它是一個通道也好… 它是一個… destination也好… 它是一個… 很accessible的地方… 那…跟Museum一樣一樣… 那…跟著… Hands… 就是我們的主題… 我們做的所有東西… 都是… 都是透過手… 它亦都代表了connection… 一個…一個接觸… transformation… 一個變化和process… 那… 那… 所以我們… 其實有一個大題目的… 就是叫做… In Search of the Disappearing Hands… 那…就是… 尋找一個消失中的手… 那…但是… 尋找的意思是什麼呢… 消失的意思是什麼呢… 那…其實就是… 由… 以前到現在… 現實去到數碼的… 一個轉變啦… 究竟我們的手… 是不是消失中呢… 究竟是不是有很多東西… 是在取代我們的手呢… 那…其實在這個展覽裏面… 就是不斷去… 去… 去探討… 用不同的作品去探討這個問題… 那…這個就是… 我們… 怎樣去… 善用這個地方… 做到一個可以… 有既線性… 亦都可以… 很自由地去遊走的… 一個狀態… 由… 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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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究竟怎樣可以… 將這四點… 融入到… 在每一件作品裏面… 那其實作品我們剛才都看過啦… 也都… 兩位都很詳細地解釋了她的背景 所以這裡我們可以多說一些製作的過程 或者剛才在影片裡沒有說到的東西 第一件事就是其實我們都頗重視 我們作品背後的Facial Identity 所以我們都將整個Museum of Fans 重新去brand了她 就令到她擁有一個獨特的identity 那你見到其實我們用了建築物的一些功能 例如那個尖尖 其實是我們這裡建築物很優雅的一個部分 在門口 可能大家沒有留意到 但其實你會留意到這個Pitch 其實是很像一個Museum 也都其實是在這個建築物裡面會看到的東西 那跟著其實那個Graphic我們也斬了一半 你會看到 其實左邊藍色的那些 你在很仔細看的時候 你其實會看到它是一些Cursor來的 而左邊就是像一個碩士的建築 那又是說回究竟 In Real Life 和Digital的關係 那右邊那張照片 其實都看到我們都想做一些直額 去營造一個建築物的效果 是的 那這個是我們第一個想… 就是剛才我們都很想做到一個… 一個Sense of Arrival 你進入一個展覽的時候 我們可不可以令到他們和外界脫離呢? 做到一個感覺是… 我進來看這個展覽的時候 我可以改變大家的心態一點 那所以這個… 這個其實我們就是想創造一個小互動 就好像… 就是我們叫… 就是我們好像斬了一隻手一樣 這樣就令到你… 你沒有了一隻手了 那你進來就要慢慢找回一隻手了 那就做了一個這樣的… 一個心理上的一個小interaction 那當然也是一個紀念品 你走了打了一個手刃 亦都可以有一點紀念的意思 那其實… 這個最主打的… 就是… 的… 的作品呢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剛才一直都說 啊… 怎樣可以善用這個地方的空間呢? 當我們想到… Museum of Hands 的 idea 的時候 我們馬上想到Museum 其實最Iconic 就是譬如… 有些National Museum 會掛一條很長的鯨魚 或者恐龍 在一個入口那裡 那我們就很想做到這個效果 那我們就在想怎樣可以做到這件事呢? 那… 我們發覺原來這個有一個叫… Negative Space 就是這個空間 其實就是… 正正就是我們可以做到 所以變成我們都用了很多… 人力、物力去… 去研究怎樣可以… 在一個負空間那裡 可以做到一個結構 而放到這隻手在那裡 那…這個是… 這個是… 我們可以用到一些甚麼技術去做 那這個都是一個很有趣的… 的…的…的…互動 然後就是畫手 那其實我們… 我們在每一個展覽 其實畫多畫少 我們都會很想… 去用… 就是用手去畫一些東西 那…所以變成… 你看到剛才不同的展覽 我們都會有一些手畫 那這個正正正就是我們那個… 那個… 的回應 但是… 很有趣的一個位置就是… 我們在做這個的時候 其實… 同時間就是… 很多… 對話… 網上有很多對話就是… 喔… 用AI去… 去… 一些畫出來 那… 可能半年前… 或者… 三個月前 我們在說這些的時候 就是說… 原來AI是畫不到手的 當你叫AI去畫一隻手的時候 它們是會畫到錯了的 是好… 是看起來很對 但是它會多了手指 少了手指 那… 但是當… 這個展覽開始的時候 其實… 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 就是說其實真的很快 有很多問題 在科技上面出現很多問題 其實它們是… 是真的演化得很快 學得很快 那… 我們畫這個的時候 也有少許受到那個… 一個這樣的啟發 那我們就覺得… 那麼其實如果那些手多了少了 其實都可以是一個表達來的 也都… 即是它可以是一個美學 它不需要… 即是… 其實是沒有對錯的 這樣去畫 那麼其實這幾幅畫 也都說了不同的動作 例如打電話 其實現在的小孩子打電話 是這樣的 或者是這樣的 就不會再知道 這個是電話的意思 那麼… 也都看書 下面… 中間下面那張就是看書 那麼其實可能… 慢慢就未必… 當大家看到這個動作 其實可能他們都覺得是在看 iPad 那麼… 所以其實很多不同手的動作 都… 都會看到科技的演化 反映到科技的演化 那麼這個也是一個我們很樂手樂腳去做的一個作品 也都是比較craft的作品 由左至右其實都用了不同的技術去講 那種工具如何是我們的extension of hands 例如其中一件是按鈕 用很多按鈕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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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遙控 遙控一定是我們的extension of hands 還有那個電 就是那個plug 還有鍵盤 裡面用了不同的技法 例如那個鍵盤 其實我們用了很多… 譬如以風槍去吹用它們 去慢慢砌一隻手出來 用了一些縫製的技術去做那個搖控手套 我們試了很多不同的技巧和方式去做一個handcraft 所以其實展覽裡面除了用… 跟電腦有很多互動去做一些3D print之外 其實我們也都嘗試不用電腦去做一些作品出來 那這個就是我們… 在怎樣運送這些作品呢 我們也有時會花很多時間去做一些… 一些casing 怎樣弄得漂亮的casing 其實這些都是我們會很花心思去做的東西 然後這個是… 其實是一個試驗來的 我們… 就是我們用了一個3D scanner去scan不同的手 其實我們真的很想知道…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對話 一個研究 究竟machine craft是不是一個craft呢 就是machine craft存不存在呢 就是handcraft存在 machine craft其實怎樣才叫craft呢 是不是… 就是很多人會說一些缺陷味 就是每一件東西用手做的時候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而那個不一樣 那個獨特性就會令到… 大家會很想擁有一個只有你自己擁有的東西 而machine craft究竟可不可以存在呢 我們可不可以… 就是不是複製到啦 但是… 所以我們在做這件作品的時候 我們就嘗試在scan的時候做到一些glitch 做到一些… 啊… 人為的錯誤 或者一些… 一些變化 所以變成我們在scan的時候 就刻意動一下手啊 或者震一下機器啊 或者在3D file那裏我們做到一些變化 再…在… 將所有我們試驗過的東西全部刷出來了 那麼… 那麼有無讀有刷出來的時候會覺得… 3D print出來的時候會覺得… 所以變成我們就做了一個… 將它演化成為一個hand garden的狀態 最後就是這個future hands 剛才都說過 其實這個很有趣 因為這個我們是做得最多電腦的計算 去做這個模特兒 亦都是… 我們花得最多時間去用人手逐粒逐粒去砌 那麼這個我們用了一個… 我們香港很流行的這個搭棚技術 去搭這個結構出來 亦都是… 在這個鼠標其實我們做了很多手腳 那麼你會見到其實這個鼠標在每一邊 我們都會… 因為我們有3D print的技術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在裡面做到很多手腳 就是每一隻鼠標 我們都會做了一條細的管 那麼其實我們的鐵枝就可以全部穿過這些管 去從而建構成為一個巨型的手 所以其實這件事是很好玩 亦都很痛苦 因為每一條光纖都是用人手去砌下去 每一顆都是用… 就是完全不能偷懶去做的 所以變成整個建構的過程都是… 都是很好玩 那這個亦都是我們的其中一個很大的挑戰 去研究究竟怎樣可以做到一個屬於我們的一個印刷 所以在怎樣游走於… 或者這個其實我們很多時在這幾年比較流行去談 NFT這件事的時候 究竟Digital Art和一個Physical Art的分別究竟是怎樣 我們做了這件事其實是讓別人可以去選擇 究竟你要一張.jpg 還是一個可以print out 可以大家拿到的hand print 究竟大家會做一個什麼選擇的狀態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diagram 看回我們… 當我們brick down我們的手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部分 是可以令到我們找到不同的啟發的 最後就是… 其實我們剛才提出了我們是一個三人的創作團隊 但是其實… 我們在這幾年… 這三四年我們發覺 其實孤軍作戰是… 是很…很難的 對於我們來說也都很局限 所以我們其實… 在我們很多不同的project 我們會line up不同的talent 去… 去跟我們一起去合作 去做不同的project 那… 在創作的過程裡面 其實是互相碰撞 亦都是互相學習 所以其實… 我想這個是我們… 大陸出租的初衷 亦都是一個我們很想繼續走的 就是大家互相租大家的腦 互相分享大家的想法 所以其實… 最後是不是三個人也好 十個人也好 其實都是… 我想那個團隊 作為一個創作的團隊的重要性 是… 我們都很… 很重視的一環 兩位有沒有補充?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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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感謝Bermanto跟我們分享 我們… 如果現場的觀眾有問題 可以… 隨便舉手發問的 網上的觀眾也是 也可以去留言 我們會代文發問 在現場觀眾舉手之前 容許我問一個問題先 其實… 我有時很好奇 究竟大陸出租了一個怎樣的… 團體… 即是他們… 剛才說到你們是一個… 接受一個產品設計的訓練 但是我們又很難… 即是我不會去形容你們是一個設計師 因為… 剛才看到就算你們做一些商業合作的時候 即是一個設計師很難 他們那個身份很少會在… 很難你會見到那個作品 就會識辨到是… 誰是誰的設計師 這樣 但你們又不是很似乎 是一個藝人的身份去參與 但是… 是的 究竟你們會怎樣形容自己 以及究竟那個產品設計的訓練 對你們來說 你覺得有些甚麼… 對你們的想法會有甚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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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說一下吧 又是我 我想我們… 我們很… 我們很刻意地 不去… 定義我們的身份 我覺得 我們… 我們經常都說我們是一個創作團隊 因為… 創作有很多種 可以… 可以畫畫 可以是… 很概念上的 可以很產品上的 其實都是一種創作 那麼我們覺得… 我們覺得… 我們覺得其實如果我們一開始不局限我們的時候 那麼其實我們就可以很多面向地去嘗試 那麼當然我覺得… 要… 每一樣東西都要去蒸的話是很困難的 那麼我們… 我覺得現在這個世界的話 我覺得當我們不擅長的地方 其實我們應該是要找一些人去跟我們一起合作 去… 去…去做創作 就是我們可能在… 在工程度上不是很強的時候 我們應該是可以結合到一些… 在工程度上很厲害的人 去跟我們一起合作 去做一些作品 而不是… 自己的局限於我們做到甚麼 我們就做些甚麼 而是…可以將我們的… 我們的能力去擴大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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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很欣賞你們的作品 但是… 我想… 你們說 因為… 很欣賞你們的作品 但是你可不可以講解一下 因為剛才你展示出來的那些作品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錯 就是大部分都是黑和白的那樣的 是… 其實我們… 就是… 剛剛創立大學組的時候 我們… 其實本身… 阿楓也有說過 其實我們本身三個… 就是… 除了獨立產品設計、喜歡設計之外 我們喜歡看漫畫和畫畫 那漫畫是黑白 那…所以我們… 開頭… Bing Rental的創造風格 都是用黑白的風格為主 那… 還有另外一個黑白的風格 對於我們都… 我們設了一些挑戰的就是… 如果不用彩色 就是撇除彩色的時候 我們只是用黑白 去表達那個作品的時候 是不是就可以… 令到… 觀眾更加去欣賞 或者去留意那個內容 就是… 實際上尋常用內容去… 去令到… 去吸引觀眾去看 所以你看到我們的風格 除了黑白之外都會很密集 或者很豐富去… 令到… 觀眾花多時間去… 去找裡面的細緻 或者去欣賞 當然其實… 黑白都… 未必是這麼單一的 其實黑白… 你都見到我們… 還會用些… 粗有線 或者用些… 灰色的… 都是屬於黑白通的東西 去… 令到各作品更加多層次 慢慢去… 但是… 其實這幾年一直… 掉下來的時候 我們都嘗試用不同的… 就是… 風格或者… 都有一些… 改變的… 想問兩點的 第一呢就是… 那個… 消失中的手… 呃… 我覺得現在反而不是… 消失了手 消失了大腦 因為… 越來越不用用腦 因為科技… 你現在的年輕人… 他一輩子都不會怎麼開支筆 寫了幾個字的… 就是… 我們年輕的時候… 練書法… 啊… 有沒有搞錯呀 是… 沒有這件事 車也不用駕駛了 沒有人駕駛 我想下兩代就… 手指都不用用了 因為全部聲控了 所有東西 那… 其實是… 沒有了腦 不是沒有了手 這些人… 這是第一點你同不同意的 第二呢… 比較實際一點啦… 呃… 藝術家也要開飯啦… 呃… 我…我…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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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秀… Peyron 就是… 欸… 呃… 其實多謝你的意見和發問 第一點我覺得其實很有趣 我覺得可能每一個年代都會有一個問題出現 好像未有電話之前 那些小孩子顧著看電視 那些人就會覺得 你小時候顧著看電視 我們以前看書的 現在就開始是看電話 然後可能去到之後就不知道是什麼 我們發覺有件事挺有趣 就是每一個年代的科技 當他們被淘汰之後 他們就會用另一個身份去重生 就好像Hong Kong Visual Art Center裡面 譬如有些print making studio 就是黑板印刷、私人 其實那些都是一些當時很高科技的 或者甚至威脅到手的存在的一些機器 但是當他們輕盛完之後 原來他們是可以以一個藝術的形態重生 我反而會覺得其實每一個階段 每一個年代大家都會看到有一些被取代的東西 但是同時間我會覺得人的生存能力很強 所以他們人或者我們 或者下一代也好 再下一代也好 他們會不斷找到一些方法去創作 他們會不斷想到一些方法去做一些嘗試 所以我會覺得是有希望的 是的 因為我們覺得我們是80後 我們是介乎一個年代 我們有經歷過我們要寄電話號碼 或者有電話簿 但是同時間也是有手電話 不用再寄電話號碼的一個年代 就是一個轉移 或者我們的父母是聽黑膠的 其實不是我們是MD 和奏器 所以去到NP3 去到現在NP3都沒有的一個年代 我們都是剛剛接觸過 所以是很快很快很快 但是其實 所以我們在很多作品裡面 真的很想是會見證了 你會見到其實我們會畫了很多這些東西 我們會發覺其實很多東西就是 當我們以為他們死亡的時候 他們就會無故再重生 用了另一個形態 我們覺得這件事真的很有趣 之前說過 之前也說過就是 就是剛才Kevin說 版畫的出現是 其實也都 也都令到當時說 寫實派的畫作的人 的一個問題的時候 接著就出現了印象畫派 就是說 印象畫派就令到他們 拍照 譬如相機的出現的時候 就令到印象畫派出現 這個就是證實了 Karen所說的就是 當那件事出現 被取代的時候 他另外嘗試用一個方法 去再創造一種更加特別的東西 或者一種新的東西 去令到世人再接受 所以我覺得當我們感受到被威脅的時候 我們就會想一個方法去生存 就是我覺得無論是 一些很practical的東西也好 在藝術上面也好 我覺得都是有一個這樣的狀態 第二個是那個 business model 這個我覺得比較難回答 因為我們其實都很 一直都是 很 很 怎麼說呢 很徐而安地去發展 所以變成了 我們其實很多 因為我們都比較多 商業的合作 而我們比較幸運 在商業方面的合作 我們都可以 很表達到自己 不是受到很大的限制 所以變成在那裏 令到我們有多少自由 去做很多自己的創作 是的 我們都 我們之前都有做過 有擺過 Affordable Art Fair 也有做過一些Gallery Show 但是這個是我們 比較偏向 比較小的一個方向 是的 我猜我們 我們從始至終沒有當自己是藝術家的 一個 Title去行事 我們 我們是 喜歡創作的一個團隊 那 用藝術的展現也好 用產品的展現也好 甚至一個 Commercial世界的 一個 Design的一個Project去展現也好 其實 我們很著重在故事的傳達 我們怎樣把我們的概念 延伸到不同的作品 所以 我猜 可能在某程度 在藝術家 我們都不是 過一個圈的人 但是 可能他們 有另一個模式 生存 或者用他們的方法生存 但是可能我們 就用我們不斷做 不斷做 不斷 希望尋求一個機會 做創作的機會 去不斷 生活 好像阿楓 我們最初所說 其實我猜我們 那個隨遇餘安 有少許 我們其實不斷保持著一個很穩陣的情況下 去展現大陸出租 我們三個是由全職的時候慢慢變 即我們有在做全職 同時間在做大陸出租 我們是用我們的時間去 去保持我們的生活 我們用我們自己賺取的薪金 去營運大陸出租 不斷是一個我們覺得安全 但是我們用我們的時間去做我們的創作 所以變相我們 你說怎樣去找我們的將來 或者看我們的行業應該怎麼運作的話 其實我們就是不斷一步一步地走上去 一步一步去找我們可以做我們創作之餘 又可以謀生的方法 那Kevin也所說 我們是很幸運的一群人 我們可以遇到不同的機會 令我們繼續做創作 同時間的生活 所以現在是 就是工作的這件事 是的 因為我們現在都全職在做這件事 所以變成我們 是的 不用再打工了 大家都 所以都是要做 但是就可以做到自己喜歡做的事 這樣 我首先很感謝你們 三位大佬出租的年輕人 跟我們分享你們這個 其實看起來 真是很用心插展的一個展示 還有看得出你們是擺了很多心機 特別我很欣賞的就是 就是你們在這一個這麼特別的場地 是考量了很多空間的利用 無論是用平面的角度 立體的角度 用虎視仰視 都有很特別的一些不同的角度 可以突出到你的作品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 就是 在目前為止 我不是看很多香港比較年輕的創作人 他做的事 但是這個是很刺激的一個 謝謝 謝謝 這個展示 剛才我自己有兩個感覺 第一個感覺就是 剛剛那位發問的朋友 他有問到 其實我們是不是 你們這個取材叫做 in search of 即是說手慢慢消失了 是嗎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因為我剛才聽到 你們三位裏面有提過 你說 in real life versus digital past versus future 我想你是想表達的一個 比較上那個 比較 subtle 的主題就是 就是說 由我們自己追求的一種 手工藝的一種uniqueness 慢慢走到digital media 是慢慢怎樣過渡 但是其實那種消失 是不是真的消失呢 還是以另一種形式存在呢 我相信這個是我自己看到 或者感覺到的一個演繹 我不知道這個對不對 但是我反而就是 很認同 剛才那位朋友他問的 這個business model本身 你們現在我相信你們擺了很多心機 在這個project裡面 或者你一陣子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你用了多少時間 去做 從開始要和Avao合作 到現在真的成形了 你們用了多少時間 所以我們知道你後面的努力有多少 還有往後下一步你們會怎樣走呢 因為看得到其實你們 現在就算一個這麼合宅的空間 這麼小眾的空間 其實你們出來的作品 其實不差得過我們在 Avao合作品看到的某些部分 我覺得其實是有很大的可能性 但是往後你們怎樣走下去呢 有沒有什麼你們的想法呢 希望可以分享一下 希望 首先 剛才 很感謝你的評論 真的很感謝 其實剛才你一開始說 我們怎樣通過空間的互動 因為其實 我們不是說要扮演 我們不是藝術 只不過這個是我們很柔衷地去覺得 譬如我 其實 我的身份也是一個 Interior Designer 一個修理設計師 怎樣可以用不同的身份去看 當它一個Project去看的時候 其實是會有不同的 會有不同的答案 我用一個修理設計師去看這個空間的時候 我發覺原來有很多是可以用到的 有很多空間是不存在的 原來我們可以用到 而大家可以 覺得整個展覽是大了的 這些是一個 當我們的身份不斷去轉換的時候 看到的東西 所以我們才會不斷強調 就是我們不局限 大家的身份是些什麼 去做這個創作 這個是我們比較享受去做的 我想我們未來的發展 都是不斷進去不同的合作 去做一些 因為其實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從一開始的那個展覽 是一個在深水埗的一個唐樓裏面的二樓擺的一個展覽 其實是第一個展覽 之後也是再輾轉就會在一些上環的展覽 很幸運當時有個很想認識我們的一個策展人去和我們合作 也去過Affordable Art Fair 接著之後就在K11也擺過一些大型的展覽 接著就來到這裡 你看到其實我們做的東西 我們不斷就是尋求在 除了不同的合作的夥伴之外 其實就是在一個scale的改變 今次我們真的做得最大和比較大膽的 但是我想我們展望的 就是我們想做得越來越大 不是我們的大 而是展品的scale 或者idea本身可以越來越大 這是我們很想做到的 可能下一次我們想做一個展覽 可能是幾層樓高的去做 我們就是不斷不斷透過一步一步的展覽 告訴別人我們做得到 而得到那個信任 我們就可以做得更加大的事 其實正如Kaven所說 其實我們 你看完我們的展覽之後 都會看到我們的 effort或者信心 就是我們用我們的展覽的成品或者 quality 去令到別人有信心 例如其實為什麼花會找我們 其實因為他們都是看了我們K11的digital figures 才覺得我們很有趣 所以找我們 其實很多時候 就是剛才Kaven和阿柱都說過我們好彩 但是好彩之餘 就是因為我們好彩有這樣的展示空間 但是我們 拿到那個機會的時候 我們就會盡我們的全力去做一個最好的東西 表達了出來之後 就會有機會 不同人看到之後 就會有下一次的機會 暫時我們的好處就是這樣累積下來 一步一步 是啊 他們真的很大膽 大家發現原來這次的展覽已經不見了 Animation 很多時候不見了Illustration 不見了Paper sculpture 就做一件他們之前未做過的事情 其實我想問 幫網上的觀眾問 其實你們現在關心著什麼 就是最近關心著 我們做完這個展覽 那你們最近關心著什麼 除了銀行戶口之外 哈哈哈哈 剛剛就是想回答這個 你說 我覺得大家剛才問的問題是 我猜我們一直都有 我們三個或者跟其他人 都有一起討論 就是究竟Blake Rental 是一個什麼模式 走下去呢 或者怎樣去繼續令我們 持續地生活持續地創作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近期都不斷關心的問題 而我覺得我們找的方法就是靠視 靠我們的實驗 靠我們剛才Kevin所說 我們很重視跟不同的人合作 或者我們更加 由不同的項目做的情況下 我們發現原來跟人 不斷增加跟人的合作 可能合作到合作不到的 都會令到我們繼續知道 可以怎樣走下去 而三個人真是 即是很老套的 即是 不是三個人走不到很遠 即是可以走得很快 一個人 一班人可以走得很遠 那些 那發現原來真的這麼老套 即是我們會透過嘗試去不斷找 究竟我們可以用我們的腦 加上其他人的腦 究竟可以怎樣展現出更多的作品 或者更多的項目可以跟我們 即是表達到出來 關心著些什麼 其實 我們在很多作品裏面 其實都有一個 有一個hidden agenda 即是究竟我們做的事 跟我們這個地方有沒有關係 那其實 我們很多作品 其實我們不會很刻意地去 講香港 即是我們這個地方 但是其實在很多作品裏面 其實很原始那個點 都是跟我們這個地方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變成其實在每一個作品裏面 我們都會著迷這件事 即是我們究竟我們和科技的關係 我們和這個地方的關係 那這個都是一直我們關心的問題 現場觀眾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他們是出租大佬 所以未必就他的作品去發文 可以 如果沒有問題 很感謝大佬出租的三位大佬 今天和我們分享他們的一個 多變的創作方法和思維 並用這個方法為大家 帶來搜索博物館的展覽 也很感謝很多觀眾朋友的支持 那搜索博物館的展期 由即是去到今年的9月18日 我們中心逢星期休息 展覽的詳情可以在我們的 Facebook專頁或網站 看看 同樣在這個康文署 新推出的預錄頻道的節目 在接下來的5月20日 都是在我們世界藝術中心 我們邀請到藝術家卓家衛 去分享他用這個尋上物品 配以料售的功筆創作 進行分享 大家不要記得錯過 大家如果想知道更加多 這個互動家零一裡面的精彩節目的話 歡迎掃描這個左邊的QR Code 登入這個互動家零一的網頁 或者掃描右邊的QR Code 追蹤這個康文家家家的Facebook專頁 還可以登入這個 或者追蹤香港時光藝術中心的網頁 Facebook和Instagram 最後多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